歐洲最危險 因為歐洲的困難 第一個 現在以德國為例來講的話 它大筆支出經費 那德國財政一項算是健全 不是太離譜 可是難民一大堆要他養 你說有這麼多的烏克蘭難民 跑到一百萬多少 一百萬 現在你用到一百五十萬了吧 跑到波蘭 你以為波蘭政府有錢養 波蘭沒有能力養 誰養 德國你分一點 法國你分一點 不然你就有錢的國家分一點 你怎麼可能要立陶宛分 立陶宛人口也不兩百萬 他在養的人數可能很少 對啊 所以沒有能力去養這麼多人 因為難民你又不肯給他工作機會 這是一個先天性的問題 你歐洲的思維率已經開始往上攀升了 你怎麼可能有足夠的工作 給難民工作 所以這個對他們講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在這麼大的負擔底下 還有還負擔武器 然後還要因為 因為這個跟俄羅斯這樣的緊張關係 那你有多少的支出 是不必要支出 以前不用花了 現在通通要花了 好 那你生產有沒有增加 沒有啊 最大現實問題 你生產量沒有辦法增加了 糧食不是你的專長 能源不是你的專長 那你除了工廠關一關 商店收一收 你還有什麼都可以做了 沒有啦 那個就是經濟衰退 所以歐元是很慘 那中國呢就等著 你不是不跟我簽中歐投資協定嗎 你不是收我的新疆有種族魅絕嗎 你不是說我新疆棉花是強迫勞動嗎 謊話收個老半天 你自己收拾吧 對 所以中國也不急啊 他完全不急啊 他現在就老老實實啊 因為他沒有能源問題 沒有糧食問題 沒有通膨問題 啊對啊 他問題都沒有 他現在只有封城問題 所以大家講 只要老百姓不要抱怨過度的話 就OK 那他如果這一波封城成功的話 又變成一個 不只是獨善其身啊 那他就開始的去弄他的一些 一帶一路繼續弄的啊 為什麼 你看嘛 他已經把雲南的鐵路 已經拉到了老挝 或者我們稱的寮國 接下來不是要拉到曼谷嗎 那拉到曼谷 接下來要拉到吉隆坡 那新加坡你要不要過去 你自己講對不對 然後這個叫泛亞大鐵路 這一條是其實最需要這一條的 是馬來西亞 因為這是一條是馬來西亞的首相 以前的首相馬哈迪提出來的 那這一條大動脈的話 你說拜登把這個東協幾個國家 找去華府去訓話 有用嗎 他在懶得理你啊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只在鞏固他自身的實力 在調整他內部的供應 因為他的想法基本上對啦 補習班打完了對不對 打互聯網金融打完了對不對 他搞他的數字人民幣嘛 他如果給他搞得很成功的話 我哪管你Swift啊 我不需要你Swift啊 因為數字人民幣是比Swift更高一級的 更高一級的一種 一種金融的處理方式嘛 那就Swift我自己可以用我自己的系統來運作 而且搞不好效率比你更好 那因為以前為什麼 攜帶黃金攜帶現金很困難 所以才用電費嘛 那電費發現說 聯網起來很困難才發展出Swift嘛 那如果一開始東東是用這種加密式的 這種數位人民幣的話 那每個銀行老闆手上都有手機啊 那多電腦系統啊 所以你美國要去什麼金融制裁 我再笑一笑 效果會比俄羅斯還要差 你看你對Swift把俄羅斯踢出去 俄羅斯有沒有什麼反應啊 指標很簡單 如果把它踢出去 如果不會跌那真的是有效 不跌反漲那表示 哎笑一笑就好這樣子 所以中國是趁這個機會 在整個金融體系裡頭 其實在做一個騰龍換鳥 他正在騰龍換鳥 就當他從Swift 現在全世界對Swift的依賴 轉移到另外一個數位人民幣的機制 或是數位貨幣的機制的時候 而且大家開始對美元有信心動搖了嘛 所以儲備貨幣啊 政府也許還沒有動搖 但是很多企業界手上持有的美元 都不斷的在降低它的比例 這是一個自然反應 而且是一個金融操作者必效的反應 比如說你如果是沙烏地阿拉伯的企業 對不對 你想一想說 哪一天會不會跟美國翻臉的時候 美國 對不對 那何必 對不對 他當然會分散風險 這很正常 所以從川普時代開始 對中國打了這個經濟戰 到拜登時代 對俄羅斯的這個全世界 要一起圍攻的經濟制裁 看起來發展到現在 有一點攻守意味的概念 因為普丁現在就說這個戰爭越長 我的石油 我的能源越值錢 那你等你拜登來找我談判 那中國現在也是啊 那個美國通膨越嚴重 關稅問題現在就等你來找我 沒錯 我要怎麼樣子處理 所以這一場由美國發起 不管對俄羅斯對中國的 這是經濟制裁的大戰 現在是攻守意味嗎 幾乎完全是攻守意味 當然中國我觀察他的戰略 他有點會假好人那種心態 哎呀我能不能幫你忙啊 你取消關稅 那這樣好啦 我多購買一點美國的產品好不好 他會用這種心態來處理 他對美國的關係 反正要說讓美國每一拳 都打到棉花上去 我看出來他的 我的判斷 他目前的整理策略這樣 你看這個 國務院不是什麼 把這個台灣啊 那個什麼反對 他不支持台獨都取消掉 哎 北京的反應好像沒有很激烈 蠻冷靜欸 對 到目前為止是蠻冷靜的 對啊對啊對啊 我判斷他會出招啦 但是他不會在第一時間出招 就表示 嗯 哎 這個一定有在盤算什麼 一定有什麼事情在發 在烹飪當中 對對對 沒有錯 你講對 他不急著出招 他可以多想想再出招 他可以觀察一段時間再出招 這是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一樣道理啊 美國說 要取消關稅 你看大陸有沒有反應啊 也沒反應啊 他現在就一副作用 以不變應萬變 等到萬變來 我再出千萬變 那種招數在玩啊 你就是這樣子啊 為什麼 他現在就應了一句 反正我中國地大物博 我現在不缺糧 不缺油 不缺礦對不對 很多人不曉得 全世界小麥產量 第一大生產國是中國 很多人不曉得 但是第一大生產國 為什麼他進口 因為他人口比別人多 他需要量比別人大 所以他才需要進口 但是如果說 囤機構 因為他目前的囤糧 有人估計說 他大概可以撐個一年半到兩年 就是庫存量 一年半到兩年的 我認為可能會更多 可能會更多 所以我認為他也會有 都會更多 所以我認為他